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今天是12月22日星期四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科技资讯吧 近日有消息显示三星在欧洲申请了一个很有趣的专利 名字叫Beast Mode 也就是野兽模式 其很有可能是下代旗舰Galaxy S8的一个秘密武器 专利文件显示Beast Mode可用于智能手机甚至是手机系统 而从字面上来看 这似乎是一种高性能加速模式 至于具体要怎么个野兽法 目前还不太清楚 S8已经推迟到明年4月份发布了 所以各位想要见识它如何禽兽UP对是野兽的 那么确实需要多点耐心等等了 今天是小米年货节的最后一天 小米也抓住了最后的尾巴宣布红米4全系现活开售 同时红米诺斯还新增亚黑和幽兰两款全新的配色 看上去非常漂亮 999元起售感兴趣的小伙伴 赶紧去看看吧 魅族作为一家不靠高通活下来的手机厂商 今年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现在魅族一项更牛逼的专利技术曝光 从魅族公开的专利中我们看到 未来魅族的某款手机将会配备正反面双屏幕 其中背面的屏幕相对较小 当电量低于预设值的时候 则会关闭正面的大屏幕 开启小屏幕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当大家都在发力曲面屏和全面屏的时候 魅族另辟蹊径走双面屏路线 这样的做法作为消费者的你会认可吗 8848泰金手机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卖了多少咱先不谈 反正最近并不好过啊 据悉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 今天发文质疑 国产8848泰金手机存在虚假宣传 称8848泰金手机官网宣传 采用瑞士名贵万表所用五锡钛合金 而金属行业不存在五锡钛合金的说法 此外钛合金也并非什么贵金属 市场价也就六分钱一克 那这样一算天猫上五折促销 优惠5000块卖4999元 一点也不便宜啊 当然出现问题的不仅仅是8848 苹果最近问题也是非常多啊 现在iPhone 7 Plus又出问题了 据外媒消息 目前很多用户反映 iPhone 7 Plus的双摄像头 在正常情况下居然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 重启后情况依然存在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三个月前 就已经有过分反应了 但目前苹果方面 依旧没有给出官方的回应 其实小编只想说 过分追求利润 而忽略产品的品质 这样做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支付宝的业务 现在是越来越广了 今天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与支付宝合作 正式上线器官捐献登记功能 据悉2016年 中国器官捐献者 将达到4000例 将完成15000余例 器官移植手术 将会比2015年增加50% 目前支付宝提供了 一键登记功能 只需要通过支付宝提供 姓名和身份证号 即可注册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当然登记完之后是可以反悔的 完全自愿 那么小调查一下 有多少人愿意参与这项公益项目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 欢迎大家访问 我们的官方网站 微角的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角 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 微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